在距离如今北京中心城区 仅仅几十公里的西山山脉之中 沉睡了数十条古老的道路 他们安然无恙地恪守着自然天成的面貌 悠然曲折 山河交融 连长壮美 他们的行程和使用堪称久远 路径繁复纵横 他们被统称为京西古岛 然而景致并不是这里炫耀的唯一资本 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早已深深地融入进这片群山小道之中 绵延于山岭之上的高台 是先民们的温幻意识在作祟吗 峡谷沟河之中 又为什么深藏着如此多恢弘大气的古堡 风貌各异的古村落 是理想的安置地 还是风水的试验场 改造自然 回归自然的京西古道 在岁月的洗礼后 不断地吸引着今天的人们前去探寻 2015年9月 京西门头沟的大山之中 一场由万人参与的国际徒步大会 在清凉的秋风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当环保和健康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被如今的大众所推崇时 将身体回归到原生态的自然界 才是美好生活的本质 行进在崎岖的古道上 人们一边享受着暴走带来的快感 同时感叹着自然的美景 古老的道路正以另一种方式 存在于当下人们的生活中 而对于它的本来与过往 也等待着我们去探究 脚下的京西古道 对于六十五岁的安泉山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这里曾留存着它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 随着年岁的增长 原本工人出生的它 开始对引进于家乡山里的这些古道 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而对它们的研究几乎成为了它生活的全部 同学们 这就是咱们能够学清西古道的一个名片 也叫做封港湾的体温米级柱 我曾经数过一次 就这个下个站 当那头站 158个地图 经过几十年的走访勘察 一张分布于大溪山中的古道地图 在它笔下绘制出来 与更为驰名的丝绸之路 查马古道相比 清西古道在地理格局和历史纵身上 也是不遑多让的 对于安全山和一群中情于古道课题的研究者来说 搞清楚线路分布并不是最终目的 作为时间的秘密通道 这些古道曾经承载的功能 阶段性的文明才是探究的意义所在 那么大溪山中的这些古道 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 位于门头沟斋唐镇西南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 一座古代墓葬被发现 借助现代文物鉴定技术推断 这里曾是新世纪世纪的一处古人类生活场所 由于发现地点在门头沟东胡林村 因此考古工作者将这些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古人类 命名为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遗址就发现在永定河南岸的不远处 而这条河正是早期人类进入这片山川的天然路线 随着来往迁徙的频繁 早期的先民们也由永定河沿岸向大山深处扩展 道路随之出现 河北省捉路县与北京的门头沟区仅一山之隔 五千多年前 皇帝炎帝两大部落曾在这里联手 与来自南方的持有部族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捉路之战 这场战争后来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进了史记 天下有不顺者 皇帝从而争执 平折去之 辟山通道未尝凝聚 尽管司马迁并未对皇帝大军辟山通道的路线进行更多的描述 但是不难想象太行山脉最北端的这片重山峻岭 必定是绕不过去的 在之后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进城中 大西山作为一处军事要地 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条挖延于大西山中的公路 从门头沟西南部的双旁建作为起点 井雁家台 沿河城 一直延伸至与昌平相邻的大村地界 当地人习惯地称之为双大公路 然而如今很少有人知道 曾有一条古道几乎与这条路线重叠 而他的修建时间要比如今的现代公路 早了一千多年 这条古道被称之为西西古道 2015年8月的一天 设置组一行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 决定前往西西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黄草粮进行拍摄 西西古道名字的由来 曾与一个游牧民族有关 唐朝末年 一个原本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部落西族 在契丹的侵扰下 被迫来到如今北京君都山 大西山一带生活 为了能够建立起与故乡的联系 当时西族首领黄太飞 组织首相的士兵 以及当地的百姓 在大西山中修筑起来这条道路 设置组一行人在齐居的山路上 跋涉了三个多小时后 一片开阔的台地出现在眼前 当地村民说 能看到破旧的敌楼 就说明黄草良到了 黄草良在历史上 曾是京西最重要的一道防御线 由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作为西西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他曾给中原统治者带来过致命的威胁 公元1121年 北宋政权在金国的协助下 从辽国手中收回了燕云十六州 然而好景不长 两年后金国私会协议 决定攻打燕山府 当时燕山府北面的燕山山脉 作为一道天然屏障 可谓一手难攻 于是金国大象完颜宗汉 想出遗迹 他率领一支部队 由紫金关向东 竟如今来水线野山坡 进入门头沟 并借西西古道北上 持底居雍关 燕山府就这样 被金军攻破 这次燕山府的尸首 给后来的历代统治者 敲上了警钟 他们开始意识到 北京西山防务的重要性 军事战略地位骤然提升 白玉 一个背靠黄草粮 潜移109国道的小村子 这里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古老戏中 燕歌戏 陈永露 百玉燕歌戏团团长 这燕歌戏女 祖祖辈辈传下了 是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男 而且是口传心手 当这门古老的戏种 传到陈永露这一辈时 危机逐渐显现 随着会唱戏的老人们 一个个离去 燕歌戏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为了能够让燕歌戏 继续流传下去 十多年前 陈永露开始走访村中 会唱戏的老人 并以手抄板的方式 将老戏整理记录下来 百玉村的老老少少都知道 祖辈们流传下来的 不仅仅是燕歌戏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军户 一开始听老人们说 咱们的燕歌戏 就是外边南方来的这个病 驻扎在咱们这 带来的咱们这个燕歌戏 一年四季守边关 三根触节顶着天 五黄六月下大雪 十冬腊月冰城山 明代曾实行过的士兵制 即一人当兵陆军级 则全家脱离民级 世代为兵 这样的家庭称为军户 在门头沟像百玉这样的军户村 不止一座 而各种军事防御设施 关卡要塞 依山而建 层层升高 如同行走的一条 历史长浪 世昌浦 摘唐镇沿沿河成人 退休前曾在门头沟一所高中 担任语文教师 职业的关系 使得他对门头沟 军户村的历史 做过深入的研究 明朝建立以后 一开始咱们都知道 朱棣站到北京之后 他就大力加强这边的房屋 他因为直接是 拱卫京城的这个西大门 他采取的方针是 南兵北树 眷属随房 南方的家属 有的就跟过来了 跟过来老在野地里扎住行 慢慢就得盖房 盖房多了就成村 门头沟这些个军户村的行程 和大的村旺 都跟这个有关 这座长420米 宽300米的长方形城池 完全由条石和鹅卵石砌成 城墙依山而建 北低南高 因其紧临永定河 顾名盐河城 它的修建年代 距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盐在这个村 叫盐个口的村 它为什么接到都不止 它都是现有的村 后修的城 修成城又是八关口 防止某人过来 这城过去 那个蹲餐都有楼 在当地保存下来的一块 盐河口修成剂石碑上 曾有这样一段技术 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当时百姓在蒙古部族牵扰下的悲惨生活景象 这个我们查了一下历史上 这个在盐河城这个斯外 确实这个随时有这个蒙古骑兵过来一国 他就是抢东西 修成这个以后 这就开始就是比较保险的 这个发生这个大的乱子的时候也比较少 一旦有情况怎么样 紧闭城门 这个壮士晚攻射箭 在当时冷冰激时代 那当时就是很了不起的 宁清两代 京西山区逐渐完备起来的御敌宫市 与北部的居庸关长城一起 共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蒙古铁骑被牢牢的阻挡在这道铁墙之外 当时代的脚步迈入到二十世纪 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最终淹没于时代的洪流之中 山巒中的城堡 笛楼以及军户村 也随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不过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古道 并没有救死沉寂 在历史变革中 他们又开始发挥着全新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 伴随着卢沟桥上的一声轻响 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抗日战争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 而与此同时 在门头沟绵延不绝的大山之中 一只红色抗日力量 也随之孕育形成 在如今摘堂镇以北约四公里处 有一个名叫马兰的小村子 一座古朴的四合院 被村民们完好的保存下来 1939年秋天 肖克将军带领 进察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队伍 进驻到了马兰村 并在这个院落里建立起了 纪热查挺进军司令部 院落中一间不期而的小屋 是当年挺进军总司令肖克将军 曾经工作居住过的地方 在这张小木桌上 他指挥着八路军与日军 展开了一次次顽强的斗争 并提出了巩固平溪 坚持济东 发展平北的抗战方针 硝烟中的家旅国正在面临失去的危险 热血勇敢的京西百姓 也和挺进军战士一起奔赴到抗日的沙场中 曾经的军户村白玉村里 提起抗日英雄刘玉坤的故事 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 由于他的鼻子比较大 当时人送绰号刘大鼻子 如今他的墓就安藏在村口旁的半山坡沙 1912年胜于白玉 1937年参加革命 也就是听着老人说 日本就怕他 日本就怕他 就怕刘玉大鼻那样说 据村里的老人讲 当时刘玉坤率领了满平县游击队 采用灵活战术 时而埋伏 时而夜袭 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并配合主力部队 粉碎敌人多次围剿扫荡 屡剑战功 令敌人闻风丧胆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给驻守北平日军 以沉重的打击 恼羞长怒的日本侵略者 制造了一起其惨绝人寰的罪行 如今斋堂镇王家山村遗址 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1942年12月12日 东斋堂日军据点 派出日卫军90多人 将王家山村包围起来 村干部打算阻止村民突围 但是最终仅有少部分青壮年 退进深山 而剩下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全部落入了敌人手中 气急败坏的日军 将村民关进一间 不足20平米的小房子 并以把火烧毁了整座村子 据门头沟史料记载 王家山惨案 遇难者42人 这首流传于斋堂地区的 王家山小调 就是后人为纪念那场残案 所编唱的 如今已经90多岁的高文习老人 也曾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凶残 那时只有18岁的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依然加入到了抗日游戏队伍中 八路军他是共产党 他是中国人 救中国 我就那么一个信仰 听了八路军的话呀 凭借京西腹地复杂险军的地形 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力量 不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同时借助纵横交错的古道网 大批后方急需的物资 以及众多热血青年 国际友人也被安全护送到根据地 庙峰山脚下的建沟村 自古以来就是乡客们登山前的必经之地 在如今村口乡道旁 一座官邸庙很少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悬挂于大门上的匾额 却透露出他曾经的另一个身份 平西庙峰山红色交通站 1939年夏季的一天 一位高碧梁蓝眼睛的外国人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 悄悄来到这里 做短暂休整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他借助京西古道 穿越大西山 来到了巴鲁军抗日根据地 进行考察 此人正是燕京大学英纪教师林迈克 在根据地里 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巴鲁军 有了较深的了解 返回北平后 他利用自己英国国籍的特殊身份 购买了当时根据地急需的电台设备 以及药品等资源 并通过秘密交通站送往根据地 在八年抗战时间里 凭借大西山中的这条红色交通线 重要物资得以大量输入 情报战况得以及时传递 隐蔽交错的京西古道 为康尔根据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岁月的魔力下 大西山中矗立于山岭之上的官城堡垒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杠益 隐匿于峡谷之中的军户村落 也回归于安宁平静 而崎岖蜿蜿蜒的山道上 同样喧嚣不在 紧急西山脚上的这片土地 因了一条古道 完成了一段光阴的启程转合 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它的沉寂是时代变革的趋势 而在这些渐行渐远的旧式风物里细细品味 有惆怅亦有神王 尽险沧桑的京西古道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将永远铭记住那段锋烟征战的 蒸容岁月